小语 说真的 只有每一次跟你在一起 我才能够真正地感到放松 你说傻呗 傻子可说不出刚才那番话 我爸呢 他在书书郊外 那儿的环境不错 你住院住了那么多天 带你去三点星吧 你知道我病 董小姐也告诉你的吧 对不起啊 什么又对不起了 过了几天我才知道 原来你住院了 哪怕 哪怕身为一个追求者 我都觉得很失败 所以 所以对不起啊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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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地方不错啊 哎 老爷子比你又品味多了 喜欢吗 超喜欢 喜欢的话 以后常来 哪边啊 这边 右边 爸 爸 这边是 药塞进去了 啊 啊 叔叔 行一行啊 老先生 是女啊 是女啊 哎呀呀呀 叔叔 你好你好你好 哎呀小姑娘 我找你好久啊 这个真是踏破贴心无觅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啊 是我应该的 现在啊 不用找了 难得这小子 这次啊 这么有眼光 这些我可放心了 我没想到 那天救我爸的人是你 不是啊 就是在路上碰到的 我觉得 是谁都会伸手扶一把的 所以说呀 这缘分 才叫天注定呢 老在院子里说什么 走走走 进屋里去 咱演了啊 好好聊聊 来来来来 请请 来 哎 你怎么了 我觉得你有点不对劲 一上车就不说话 跟个哑巴似的 我也哪能管那些 弯弯绕绕的了 反正说好了啊 回去你至少宽限我一个月 当然一年一考核就最好了 我们第一次见面 你冒充我的前女友 Selina 我接着你说过 为了见我 你做了不少的功课 文哲 你想说什么呀 你们别磨磨叽叽的行吗 我的前几任女友 都是卡在我爸那一关 当然我爸没错 因为那些女的 为了接近我 的确费了不少的心机 我明白了 告诉我 停车 你告诉我这是巧合 我说停车 小鱼 小鱼 我比你更希望是我在胡思乱想 让开 Selina是上次酒吧的女人 温嘉宁也是 我遇到太多了 你用不着弄说这些 温哲 其实你也挺不容易的 谢谢你让我明白了 我为什么总是对你没感觉 因为你真不如淡定 就是说温哲陪你走了几公里 没说一句话呀 就是说温哲陪你走了几公里 对啊 小鱼 你好是赵小姐吗 你的朋友给你教的滴滴 不行 还得再排一场 你说那个车是不是温哲给你叫的呀 怎么就这么巧 是啊 我一上车司机就问我 小姐你是不是姓张 你是不是姓张 你怎么就这么巧 你上车司机就问我 是 你上车司机就问我 我答应过你至少推迟一个月 不会变 另外方案正在论证 我争取一年考核期